梦买猫和黑猫的区别 苏鹏,职业寿医师,犬猫皮肤病专科医生 梦买猫和黑猫的区别 国内的猫犯经常将中华田园黑猫当作梦买猫进行买卖 以高价进行出售 我们怎么来区分中华田园黑猫和梦买猫呢 下面我们介绍两者之间的不同 梦买猫和黑猫主要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要购买梦买猫是需要具备权威的血统证书 看猫咪是否具有血统证书 第二点,梦买猫眼睛主要为铜色、黄色或金色 而中华田园猫黑猫的眼睛主要是黄色、绿色 第三点,根据猫咪的脸型 梦买猫脸型比较圆 耳朵宽且圆 两耳之间的间距比较大 中华田园猫脸型较小 中间相距耳朵比较接近 第四点,按照梦买猫嘴比较短 无鼻梁 鼻子会比较翘 中华田园猫嘴部比较长 并且眼睛下方有很明显的鼻梁 第五一点,梦买猫脸型比较平 从鼻子往下就是一条直线 脸上可以看到嘴巴的弧度和下巴 第六,梦买猫很容易被驯养 它们喜欢玩抛街游戏 性格好动友善 容易和小孩子相处 往往成为探访者的接待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